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稣回答说 有一个人从天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拨去他的遗伞 把他放弹死 就丢下他走了 偶尔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异位人来到这地方 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唯有一个撒玛地亚人请不来到那里 看见他就动了瓷心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上处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身头 带到殿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拿出两钱的鱼子来 交给殿主说 你且照应他 所爱所能用 我回来必还你鱼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鱼子呢 然后我们一起来念 他说 是怜悯他的 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吧 是怜悯他的 耶稣说 你照样行吧 我们一次